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复合材料被称为可设计的材料,与传统金属材料相比,重量轻,强度高,可以最少的材料承受最大的外力,因此,复合材料飞机,成为目前飞行器的发展方向。 山河SA-160L是一只中国名号CCA223部设行法规研制的单发五座下单一飞机,该机型的研发,填补了我国在五座轻型飞机总体设计与优化方法,设行试验技术,复合材料结构制造技术等领域共性关键技术的空白。 记者了解到,山河SA-160L空重900公斤,最大起飞重量为1600公斤,和国外同类普通机型相比,轻易摆了150公斤。 首飞当日,山河SA-160L顺利完成一个近60分钟的起降,验证了该机型的动力系统、启动、操控性能等方面的流域设计。 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湘福介绍,这款机型正在爱计划进行民航产品的型号审定,预计2020年底正式投放市场,产品定位是私人飞机,其设计特点现代、豪华、舒适、只能、技术上使用侧感操纵,操纵感与大飞机相似,得到业内爱好者的热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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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